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餐桌上常见的调味料胡椒粉 可以说是享用美食的时候 少不了的必备佐料 博士面上很多胡椒粉 几乎都养外进口 但在高雄六规 有座全台湾唯一的胡椒园 主人陈镇山 种植胡椒近40年了 成功利用叉枝育苗法 让原本10年才能长成的胡椒树 短短4个月就能开花结果 究竟大家熟悉的胡椒粉 是怎么长成的呢 带您去一趟六规胡椒园走走 阳光穿过树梢 洒落在一串串红绿香煎的果实上 个头比咖啡豆小少许多 这就是胡椒啦 您吃这个胡椒 麻烦胡椒 挡住我们挡住 这胡椒 枯了出来一剂 就去挖住 挖住 挖住 像这样 可以插一插 可以吃 很疲倦喔 对呀 你们两个吃得很疲倦 要疲倦更冷 很舒服 凉凉 人称胡椒博的陈振珊 个性开朗豪爽 郑热情介绍眼前的胡椒果实 一般人几乎没看过 但他对自家胡椒的品质 可是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这些胡椒 都完全是不来的 是真好 这是我们台湾的状 我们台湾的状态 我们台湾的企业是半温带 所以我们成熟期 在台湾几乎没人种胡椒 一开始陈振珊想尝试 是为了健康 因为胡椒正胡椒不用担担 所以这幾个年纪我老婆 我说你给我拿 我吃了贪吃 后来我就收我这东西 他说你们要做吗 我要做不担担担 我们后来老人 在康备这些 就不担担担担担 是怎么不担担 因为这种药蜜 它这个药蜜的汽味 我那边就不把它搓来 所以种这种有好处 我们的孙子等过去都不够 并虫害问题少 不用放农药 但没人种胡椒 源头的育苗技术 就很令人头痛 我刚刚生死点煮 我们煮不可以 只我放一盆煮 一盆煮下来十分钟 原来胡椒的生长特性 从种子到结果需要长达十年 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 陈振珊只好尝试自己育苗 你们这些没人知道 这应当是可以给你们看 你们想你没有帮人进来 有个秘密基地 不想教就是要教 走进神秘的育苗室 平常他像照顾小孩般 每天两次亲自帮胡椒苗浇水 眼前的小树苗是他花了四年 才研究出的叉枝育苗法 我这个是用签插的 用老婆 老婆咬着叉 要三种生命所搁的 他才开筋 本来差不多三五两生 现在是三生 现在研究就是三生 但三生还不错 怎么说不错呢 因为存活率很低 虽然存活率低 但成功培育出的胡椒苗 让原本需要十年才能长成的胡椒树 短短四个月就能开花结果 疫苗同白因为我买疫苗是买疫苗的 种就翻译就死了 我没有买十年才死的 如果要买十年才死的 种子的 高三高 那时候那种是千八九六七十五年 但这样害了 不然很好贪 我没了 那种的害了十年才死的 我都除掉了 这些胡椒苗移植到户外 更不能钓以轻心 得用塑胶钙保护 我们老师已经回来了 我说在甩的膜都没有杀杀 我说要怎么绑它 它是这样的 我没有那么百五十年才死 那人才死也没有人 没绑都没有完 你先绑它是音量 像我们这样 我会继绑我们人的口味 你现在比较好 你要把保障味道 再来处理 好 你借着处理 就看你 你没死也就不必 你这个意思 公安比较简单 胡椒博的比喻 还真有意思 现在儿子陈玉龙 遵照老爸的指示 照顾胡椒 对胡椒的生态 凉若持长 胡椒有矮性的 跟爬田类的 如果你要让它爬田 爬田它的边际越大 边际越大 我们采收的胡椒就越多 它会攀爬 它攀爬的时候 它攀爬它是不会影响到 这棵树的它的营养成分 它只是它漆根把它附走在树干而已 成熟胡椒呈现漂亮红色 还得经过繁复的晒制过程 靠着南台湾的燕阳要晒上七天 再放冷藏两到三周 最后还得再晒一周 胡椒才能完全干燥 不管是黑胡椒或是白胡椒 晒干的胡椒都带着嗆辣辛香味 黑胡椒有包和有那个皮对不对 所以黑胡椒比较香 它辣度跟白胡椒一样 都是纯粹我们采收下来的 白胡椒我们去皮 去的皮了 它没有那个皮 它没有那么加 可是它的新辣度跟黑胡椒一样 干燥过后的胡椒粒 能磨成胡椒粉创变食用 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台湾产胡椒 销售就成了问题 对啊我爸爸之前是不太想再种 因为台湾胡椒人叫说没有胡椒 我爸爸要拿胡椒去卖 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走势的啊 都不相信 对啊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台湾胡椒 现在胡椒嫂用胡椒做成各式各样的明月料理 新鲜的青胡椒最适合和猪肚拌炒 胡椒味让猪肚完全不腥 嗆满香气的人 另外抹上胡椒粉的胡椒烤鸡 完全不用任何多余调味料 鲜嫩的鸡肉带着淡淡辣味 还有用整包黑胡椒粒慢慢熬出的胡椒鸡汤 金黄咖啡色的汤头 喝一口让胃都暖了起来 这个小孩看到你吃这个胡椒鸡腿啊 看你吃得比较爽 对啊 感觉很好吃 什么吃啊 饱饱什么吃啊 饱饱什么吃啊 这好吃啊 你看看我身体很漂亮 哦 身体很高 看着也很舒服 我们公共鸣鸡腿 那面子你今天整个没有成就 然后吃成就感 看着很舒服 一家人满足吃着胡椒大餐 花了三十多年 胡椒鸑城镇山在高雄六龜的深山里 自己研究育苗 打造出让自己自豪的胡椒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